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万幸的是赵本山老师的徒弟们得到师父培养 在师父会饮后继续在迎评上为观众们带来欢声笑语 不过近段时间赵本山老师的徒弟却出了一些问题 首先是小沈阳 小沈阳行建2009年和师父赵本山 毕福建 毛毛等人一起出演的不差钱一夜成名 后来从向上界转战影视行业 参演了众多电视剧做了那么多次演员 很多明星会选择自己当导演拍电影 而小沈阳也不例外 他在参演了众多电视剧后 自己当起了导演 在今年拍摄了一部名为猛虫过江的电影 不过电影播出后 反响并不理想 原本因为小沈阳名气去电影院观看的观众们 都表示不值自己买的电影票 对这部电影很失望 而猛虫过江的评分也只有3.7分 不过 毕竟小沈阳才开始做导演 做导演和做演员是完全不同的 他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观众们也能理解 不过对于另外一个赵本山老师的徒弟观众们就没那么好说话了 网友们甚至全网通缉 他网上骂骂他的声音 不觉入耳同为赵本山的徒弟 为什么这个人得到的待遇就和小沈阳完全相反呢 这个赵本山的徒弟名为成也 赵本山曾多次为成也创造机会 让他登上各大卫视的春晚舞台 不过即便是这样 成也依旧名气不高 也远远比不上小沈阳和宋小宝的名气 所以一直以来 在向上借不温不火的成也 开始动起了其他心思 看到师兄们走上了导演的道路成也 也不甘落后当起了导演来 他也在今年推出了他导演的电影 天鹏之大闹天宫 看这个电影明就知道 成也导演的 是由经典名著西游记改编而成的电影 我们脑海里的都是孙悟空大闹天宫 而成也却改编成了天鹏大闹天宫 很明显成也对名著的改动 非常大按道理来说 观众们不是固执刻板的人 现在有很多改编名著的电影出现 即便改动很大观众们 还是能够接受的 但成也的电影观众们表示 无法接受在成也的电影里 成也将太上老君塑造成了一个白眉白发的肌肉男 虽然蜡眼睛 但观众表示 勉强能接受 但成也尽将太上老君丑化成和牛魔王的妻子 铁扇公主有先情的猥琐肌肉男 而剧中的红孩儿 是太上老君和铁扇公主偷情所生的私生子在电影里 也花了大把的时间来体现两人偷情的色情画面 很明显是在吸引观众的眼球 看到这种三观不正的情景 女性观众们肯定接受不了 而承受能力比女生强的男性观众也同样表示 接受无能这部电影太悔三观了 并且随着剧情发展 居然连玉地都被塑造成了稀疏不正的性格 真的亏导演能想得出来 这人思想是有多不健康才会把所有人想得这么坏 这么肮脏所以在这部电影播出没多久 就获得了网友们的一致差评 网友们纷纷怒骂 这部电影不仅是污蔑原著 更是对每年来到家文化的侮辱这部电影三观不正 应该立马被下架 而作为这部剧的导演承野 也被网友们全网通缉 拍出这种毁三观的烂片 真是对不起师父赵本山这么多年来对他的筛培 后来因为网友们反对的声音太大 关于这部电影的所有视频被全部下架 承野也出来道过歉 但网友们表示 道歉有用叫警察来干嘛承野的前途 算是被他自己全当送了 只是不知道作为师父的赵本山老师 看到徒弟变成如今这个样子 会怎么想呢 他会就成也吗 本文章由桃花院原创出品部分图片 来源于网络转载请注明出处 抄袭必究